来我们来看这一段视频 这里是我的摩托车维修部 然后这边呢是我的一些摆放配件的地方 摩托车维修的区域呢 就是我正常加工的区域 我正常做东西的时候 会有切割和焊接 会在这个区域加工 里面这个工作间呢 就是我正常设计和一些细加工的地方 然后这里面是我一根 摆放我这个作品的地方 燃灯神兽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品 这里 这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头盔架 我自己设计的头盔架 平常挂一些头盔啊皮液啊 那到这边来呢 是我的一个半层品的区域 这边会摆放一些 我的正常一些做好的半层品 然后以后会进行加工 然后到这边来之后呢 是我的一个工作 工作区工作台 我正常大部分的设计和细加工都会在这边 这个特别有意思 这是我刚刚设计的一个发音盒 老上海的汽车的logo 特别有意思 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些 我的一些作品和半层品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99年的电动自行车 我收拾了 然后到这边 这个浮阳路 就是我老家是安排浮阳的 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 我们老家是哪里的 好 谢谢大家 就我为什么把它推荐上来呢 其实它最最核心的一个词叫环保 所有这些在我们眼里都是垃圾 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地方 然后能出现这样一个巧手的工匠 我觉得特别值得给各位企业家推荐 垃圾环保 再加上那个人满脸的落腮胡子 以及最后它上面一个复阳路 永远不要忘记家乡 它有一种让人感觉流浪 它好像是走到哪儿捡到哪儿 捡到哪儿 坐到哪儿 但始终不忘记自己家乡在哪里 一切都在路上 其实我们也都在路上 只是它更形式化一些 对 掌声有请乌鸡丝 除了老汤 来来来 乌鸡丝是他的别称 别称 为什么叫这个 是油污的机械师的 油污的机械师傅 本身我也姓乌 叫乌鸡丝 也是 那你的原名叫什么 乌扬德 乌扬德 对 安徽人 安徽人 傅扬路 你是傅扬的呀 安徽傅扬影上 对 我们刚才说 你身上有一种流浪的感觉 你是曾经有过流浪的历史吗 有过 真有过 对 我是2000年来到上海 来上海的时候 我只有13岁 那个时候到上海也没有人要 然后就只能捡垃圾 那个时候 捡了一年多垃圾 对 苦吗 苦啊 两年多没吃过肉 天天吃面条啊 那时候60块钱 租了一间房 租了一间房子是在河边 下雨天有十几处漏水 然后我们就会在黄连上面 系上塑料袋 然后水滴在塑料袋里面 其实我现在还是喜欢捡垃圾 我很多东西都是我捡来的 觉得有质感的东西 能利用的东西 那我捡回来是把它拯救回来 而不是说它会被你弃掉 对 反正人生啊 其实就是丢丢捡捡的过程 但捡什么不能捡罪恶 丢什么不能丢良性 我在上海现在有一家电动车 摩托车维修店 干嘛的 改车的 修车 修电动车 摩托车 生意还好吗 生意还行 还行 这两年生意 能吃上肉吗 还可以吃上 能吃上 既然现在日子过好了 你干嘛还捡东西啊 我觉得能拯救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一些 我讲过来的老袍子 它质感很美 然后能不能给它加以改造 改造一下 能利用起来 这个是一个手机 配件做的一个摆件 然后它的效果是 磨爪 从这个手机的屏幕里面伸出来 磨爪 对 它是一个磨爪 它为什么叫磨爪 这个作品叫毒 为什么叫磨爪呢 因为现在人们特别依赖手机 以至于 我们本身应该是手机的主人 很多人现在变成手机的奴隶 对 它抓住你的内心 这种感觉 这等于是一件艺术作品 没什么实际的功用 没什么实际的功用 就是个摆件 下个这个 这个 它的名字叫守护子 这个是之前 我们有一个摩托斯车友 因为交通事故走掉了 然后我就做了这个守护子 然后进行易卖 卖来的钱 然后捐给他的家人 你这是在座的一个是吧 对 这是守护者4号 前面三个都已经卖掉了 圈里全部都在募捐 然后我听到这个事情之后 我说我也应该做点什么事情 对 这个材料是拿什么做的 摩托车的立合器 这是立合片 然后摩托车 这是立合器的底座 然后做到的 它是呈现的造型 是一个卡通形象的骑士 带着安全头盔 你手上这个镯子上面 还有非你莫属四个字 对 这是我昨天课的 昨天来的时候做的 昨天课的说 对 图里老师他那个鞋子也有来头 这鞋子自己喷的是吧 对 鞋子是我用了 大概三五年了当时 然后这旁边全部用裂掉了 开裂了 开裂了 对 然后角色都能露出来了 那种感觉 那你怎么了 然后我就捡了块 包坐垫的皮塞进去 然后就用这种油漆浇在上面 然后还可以再用 你到底存了多少钱 存了多少钱 不是 你这太口了 你这日子过得太接见了 你这 一双鞋可以穿一辈子 你看 我是有时候比较念旧的感觉 你是哪里人 河南 你来北京多久 来北京四多年了 你现在住哪 我在清华美院 就是租了一间房子 结婚了吗 结婚了 在清华研修班要交钱的吗 交 多少钱 五万 你这钱哪来的 可以说把家里边这个 钱全部拿 其实看了它之后 我心里蛮难受的 是因为很多人 现在自己的艺术小圈子里面 只完善了小我 而忽略了 你还有更多的身份 更多的分身 更多的责任 需要你去承担 那么其实你可以 在业余时间画画 为什么你两年过去 两年你一天没工作 不是 这是两年我一边学习 就一边参加这个 中国美协举办这个展览 收入有四多万 17年你其实有人买你的画对不对 包括外卷不收藏的作品 这多好啊 而且就是画画的 会画的人都是自由的职业者 其实你的作品 其实你的作品就是你的工作 哪有一个画家去到一个公司打工啊 但是我感觉啊 我比较喜欢这个创作 我不太适合就是推销自己吧 咱们先看看作品好吧 他是个不太善言辞的人 去吧 他的意思是 我能画 但我卖不出去 就我自己不会卖 他不会包装自己 我觉得画画就不应该为了卖啊 就本身艺术这件事 你想做它 你这得做好个肚子的准备 你如果没做好这准备 你别干 所以我特别想说 其实很多艺术家 我们认识的艺术家 我们知道那些名家是非常自私的 他们作为一个家庭人 他们是非常自私的 但可能就这些人 他们才能够创造出那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艺术 饿死了就没办法画了 对啊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你来找什么职位 对啊 我现在先问你自己内心动力啊 钱 名 成就感 自由度 你要哪个 自由度 钱 现在 自由度和钱 如果二选一 只选一个呢 现在的压 现在就是压力是钱嘛 钱 我只想为你们这些懂行的人 他的这个画 如果不进入任何公司 就自个儿卖 做画廊 那卖的不 卖不出去 也就是他这样做 他无法生存 对 你也听见了 他们说现在靠你的画 想生存 是基本不可能的 你认同吗 你做过尝试吗 没有 没有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不能转现 变现吧 对吧 我不觉得他画卖不出去啊 我觉得你的画 我觉得是能卖得出去的 你能卖得出去吗 猪涛 首先的前提是 你的画要卖多少钱 这个很重要 他如果是以装饰画去卖的话 你一张画的 可能是一千块 两千块 你到深圳那些 版画很发达的地方 不一定你卖不出去 但是如果你要变成一个艺术品 那就可能够呛 好 可以卖出去 以这样的方式生活 你愿意吗 这样愿意 但是要画能卖出去 我还是 你想卖多少钱 你比如说刚才那幅画 七万 七万 对对对 我就问你那幅画 一万你卖不卖 我卖 也卖 那你就按照那种方式去生活 还没完还没完 现场的他出一万 现场的有人买 你是说你们吗 对对啊 我们谁谁愿意买 出一万愿意买 我觉得大家 尤其是我觉得在座的15位boss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评判他的艺术价值的标准 对 那大家都不能有义务去评判他家的价值我觉得 我没有评判我们只是告诉他如果那种生活更好 今天的面试就到此结束 明不明白 我不觉得 那为什么很多的舞台的 那你有提供这样的职位吗 我没有这样的职位 对啊 但我愿意买他的画 你可以买他的画 那台下你可以买啊 不是 可是为什么那又有一些 可能不着边的选手也有时间面试 为什么就不能有他的时间 我觉得是浪费时间呢 不 你没有这样的职位 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民间艺术家 我觉得就是大家有 哪怕他经过非你莫属 对他个人有一些帮助 我觉得也是有价值的 所有的boss们给到一个很好的点 就是我觉得很温暖的 就在想方设法帮他 找到一条出路 找到一条出路 让他养家糊口 这是说实话 我们偏不一的评价 就是所有的企业家 包图老师 想方设法的 在帮助刘涛来某一份这个收益 很多人觉得艺术是无价的 但是艺术要为我们生存负责 艺术也等于价值 你还真别跟我谈什么艺术无价的 如果说艺术是无价的 那想想他们娘撒旦的过什么日子 你跟我谈什么艺术是无价的 我父亲当年也是画这种画 他卖不出去 你知道他后来干什么吗 他后来就是那种弹木扇子 弹木的那个弹香扇 然后呢就在上面画熊猫 卖五毛钱一把 后来画得太累 就拿那个小的时候 那个小学的 小学生不是用那个电板吗 塑料电板 把电板自己刻成一个熊猫的样子 在上面印 这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绘画的人 最后你还要生活呀 他也不愿意去画那个衫子呀 对不对 所以说艺术是无价的 是相对于你 尊重你的汗水 但是针对于现实的生活来说 你现在是要找到一条出路啊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